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 讲的是东亚人在高压的社会环境中 过着令人窒息的发条人声有条不紊 规规矩矩 在结构中被牵着鼻子前进 从出生起就能一眼望到死 很多地方也提到过结构对人的束缚 但是这个结构真的就能把人矿死吗 还是说我们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中国人是如何做到在各个年龄段都这么累的 我们习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事情上 等就好了 这句话几乎成了一句标准的人生真言 但那个期待中的美好的未来永远到拿步了 有的只是当下不断妥协的现实 因为畏惧不确定的未来 所以给它蒙上幻想的薄纱 按部就班的得过且过 好像幸福很快就会从天而降似的 我们总是关于追求秩序追求稳当 即使是腐坏不堪的朽木 也要死死抓着那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 经久不衰肯定有它的道理 但真的是这样吗 从来如此便对吗 这时便又有人遮蔽双目捂上耳朵 开始怀疑怀疑本身质疑质疑的价值 因为打破秩序跳出框架的代价是巨大的 他们宁愿被糊弄致死也不敢清醒片刻 一旦有人讲负面消息 他们就跳出来指责你居心叵测 给你扣上一顶spy的帽子 一旦有人抱怨生活不易 他们就站起来讽刺你能力低下 给你贴上一张不努力的标签 是呀 我们的社会怎么会出问题呢 出问题的永远是个人 是你不肯吃苦罢了 崩溃了就必须立马振作起来 发疯了是你太脆弱了 这都是社会对你的磨练 钢铁就是这样练成的 你看话都让他们说完了 你还能怎么办呢 大抵你只能做一只羊羔 在他们给你划定的结构里乖乖的行动 被宰了吃了还要被说三道四 这肉太柴了 或者这些还不够香甜 就像膳胃这种生物 从来没有一个生物的样子 人们看待它 就像看待它们的尸体一样 有什么区别呢 是呀 你也可以活在当下 你也可以主动争取幸福 这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多吃吃苦 顺着它们给你指明的路走 哪怕存在陷阱 哪怕会有一定的牺牲 你也还是能过上不错的日子的 但你幸福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就万事大吉了 可是我们的社会不是由一个人组成的 你的幸福若是以剥削压迫他人为代价换取的 你又能笑到几时呢 个人所谓的成败似乎都是不对的 那么 当真是无解了吗 其实不是的 答案已经摆在眼前了吧 你敢去揭开谜底吗 中国人大抵是真的失去反抗的勇气了吧 反抗好像永远是错的 是不理智的 是不成熟的 清醒好像永远是罪恶 是无力的 是痛苦的 于是一群人闭眼装睡 苟且偷生 他们指着你的鼻子骂道 你整天阐述问题 你怎么不行动呢 你怎么不去改变呢 他们是如此大言不惭 好像这全然是问题提出者的责任似的 他们是如此善于抽离自己 好像单靠哪一个人就可以改变整个社会似的 而那个人绝对不会是他们 很简单的道理 他们还能口活 于是他们一边吃着碗里的 一边盯着其他人锅里的 正气凛然道 为什么要在乎那些活不下去的人呢 他们活不下去是他们的问题 这群寄生虫 懒惰无能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一边说着 一边抢走了寄生虫的迟食